《浩月当空》第311章 智果 当第二枚圣灵果开始竞拍的时候,龙当当再次直接给了一千万的高价,甚至都没有前面的竞拍过程,这一次拍卖场内就不是骚动,而是哗然了。 这是何等的志在必得,才会如此出价啊?更是何等的财大气粗?一千万金币,值吗? 在林梦露说出,他服用之后能占九阶,龙当当就觉得是值得的。 别忘了,现在林梦露才七阶,七阶就能占九阶,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月阶挑战那么简单了。 更何况,他八阶以后呢,再服用又是什么效果? 这种天才地宝,下一次见到真的要十年以后了。 所以,龙当当没有任何犹豫就再次给出了高价。 钱这东西,只有花出去才是钱啊。 还,还有更高的价格吗? 皇位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 不只是因为这个高价,还是因为这十六号包厢竟然敢和魔法圣殿官方叫板啊? 普通竞拍者或许不知道前六号包厢的潜规则,能够做包厢的会不知道,可人家却就是选择了硬钢。 没有人开口,这个价格,在很多人看来,已经完全超过了圣灵果本身的价值了。 一千万金币,第一次。 一千万金币第二次,一千万金币,第三次。 啪! 成交! 皇位呼吸有些急促地宣布了第二枚圣灵果的成交。 好东西不怕多,尽管林梦露已经有了六枚,龙当当还是决定拍下来。 更何况这东西,林梦露吃了能占九阶,它行不行? 现在,它也已经是七阶了,再加上金金基座,是不是也能占九阶? 对于急于去营救父母的他们来说,还有什么比提升及时站立更好的宝贝呢? 第三枚圣灵果竞拍开始。 好,好的,十六号包厢贵宾,再次出价,一千万金币。 啊,二号包厢,出价,一千零五十万金币。 没等皇位询问,二号包厢这次终于又给出了价格。 很显然,这是最后一枚圣灵果了,如果不参与竞拍的话,那么就真的没有可能再获得了。 龙当当脸色不变,直接再次输入价格。 啊,十六号包厢,一千一百万金币。 皇位在这个时候都想问问,十六号包厢你们是钱花不完的吗? 三枚圣灵果,就只是三枚圣灵果呀。 这加起来都已经出了三千一百万金币了。 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数字。 二号包厢再次选择了沉默。 最终,这第三枚圣灵果,被龙当当以一千一百万金币的价格再次拿下。 妈呀,总算是拍完了,刚才我觉得空气都要凝固了似的。 老大,你这可太吓人了呀。 龙空空忍不住吐槽说道,龙当当瞥了他一眼,看你那点出息。 林梦露在旁边悄悄地瞥了他一眼,今天的龙当当显然和以前有所不同, 现在的他,大有几分沙发果决的味道,并不是过往那种平和了。 他的心不禁微微一通,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,大家都知道。 所以,也没有人打扰他。 在这种时候,他们都选择了对他的权利支持。 拍卖继续。 而16号包厢无疑已经凭借着三枚圣灵果的竞拍,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。 不过,圣城大拍卖场规则森严,肯定不会出现有人过来打扰竞拍的情况。 哪怕是身为魔法圣殿官方的二号包厢,也绝不会前来兴师问罪就是了。 接下来的天才地宝竞拍,龙当当又出手了几次,却都是给伙伴们购买的,适合他们修炼的东西。 但价格也就没有三枚圣灵果那么夸张了。 今天竞拍前面,是魔兽血液掀起的高潮,后面的天才地宝竞拍,甚至连大拍卖场本身都认为会是一个过渡的时候,圣灵果却再次掀起了高潮。 很快,天才地宝竞拍就进入到了今天的最后阶段了。 接下来,将要竞拍的,是我们天才地宝卫拍品的压轴。 这件拍品,我要为诸位贵宾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才行。 皇位主持了已经有近两个小时的竞拍了,却依旧还是神采异议,丝毫看不出疲惫,此时更是精神抖擞。 虽然只是分场拍卖的压轴,但这是圣城大拍卖场的季度拍卖,依旧是非同凡响。 皇位继续道,这件拍品来自于一个神秘的地方,或者说,是一个不可说的地方。 这个可说的地方,是由我们的一支强大恋魔团带回来的。 它如何成长的,目前无法考证。 但经过许多专家和圣堂最终评估之后,给出的答案是,这件物品能够大幅度地提升神魂之力,对精神力有着极大的增强作用。 同时,圣堂给出两个建议。 建议一,来公众号玉堂门看更新,最好是在精神方面有擅长的职业者尝试服用,特职法系三大职业。 建议二,至少要七阶以上的职业者才能服用。 下面,就请出我们的这件拍品。 伴随着一辆推车被推上拍卖台,全场瞩目。 没有红布,如同先前的圣灵果,一样有光幕隔绝,伴随着光幕缓缓消失,内部的玻璃罩子内呈现出一件奇异的存在。 那是一枚果子,它下面却是连着枝干的,枝干扎在灰褐色的泥土之中。 果子本身是深紫色的,因为先前推车推动的原因,轻微地摇动着。 能够看到的是,这枚果子周围,隐隐有紫色气流流转,波动。 龙当当眉头微醋,不可说的地方而来。 什么地方是不可说的?亡灵国度? 这不会是从亡灵国度弄来的吧? 反应过来的不只是它,陶玲玲已经是惊讶地说道。 龙当当微微汗手,道,很有可能。 月离是一道,这东西会不会有风险? 亡灵国度来的东西,能吃吗? 陶玲玲道,这倒是不一定,既然圣堂平定了它的效果,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 而且,一般来说,毒蛇出没的地方必然有解要存在。 亡灵生物最强大的地方,就在于灵魂强大。 它们之所以能够如同生灵一样存在,就是灵魂强盛的原因,尤其是高阶的亡灵生物。 蕴养出这样的奇物,倒是也不奇怪。 只不过,服用的话,还是要小心一些。 拍卖场内,皇位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, 相信,有很多贵宾对这不知名的压轴拍品会有疑惑。 在这里,本拍卖场可以做出几个保证。 首先,我们保证这件拍品对人体无害,只会提升神魂之力,具体为什么无法解释。 这是圣堂给出的结论。 所以,诸位大可放心静拍,只要别忘了圣堂的两个建议就好。 其次,我们保证它的珍贵程度至少在目前为止,这是出现的第一件。 最后,本拍品无论是哪位贵宾竞拍下来,我们都将提供后续服务。 在贵宾服用时,只要是在圣城内进行服用, 本拍卖场都会请一位九阶圣者为您保驾护航。 这部分费用由本拍卖场承担。 这三个保证不得不说听起来非常有诚意, 也让竞拍者们对这件压轴拍品的兴趣提升了起来。 我们为这件压轴拍品暂定名子魂果。 起拍价八百万金币。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五十万金币。 下面,竞拍开始。 请诸位贵宾出价。 拍不拍? 龙空空看向龙当当。 皇位虽然介绍得天花乱坠, 但无论怎么说,这件拍品都是陌生的。 而且很可能来自于亡灵国度。 明显拥有风险的存在。 先问问。 龙当当说道。 龙空空好奇得道,这问谁啊? 龙当当瞪了他一眼。 道。 你在说话之前, 能先动动你那蠢笨的脑子吗? 下一刻, 洁白的光芒在龙当当身前闪烁。 那月白色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众人面前。 龙空空本来还想反驳, 但一看到是沧海被龙当当召唤了出来, 顿时有些哑口无言。 可不是吗? 问谁? 问灵卢啊? 智慧灵卢。 不只是老哥友, 自己也有啊。 他们都在这个位面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。 而且, 本身自己就是天才地宝一样的存在。 他们是何等的见多识广。 沧海前辈, 这紫魂果对我们有用吗? 龙当当问。 智慧灵卢们都能感受到外面的一切, 只不过, 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去发出自己的思想而已。 沧海自然也知道眼前这是什么情况。 漂浮到包厢的窗前, 似乎是在凝视着那紫魂果。 而此时, 竞拍已经开始了。 不过, 却出现了短暂的冷场。 毕竟, 这东西谁都会认为有风险, 更何况是价值如此之高。 皇位也不着急, 作为压轴拍品, 按照惯例, 是有更多竞拍时间的。 足足看了半赏, 沧海才沉生到, 很罕见的一种灵果。 与其说它是果实, 倒不如说, 它是一种灵体。 再准确一点, 如果给它足够的时间, 很可能会晋升为灵卢的存在。 应该是诞生于, 有着非常庞大精神力波动存在的地方。 这种灵果, 我还是在很多年, 以前见过。 每当智慧灵卢诞生的时候, 它就会半生而出。 我们也称之为智果。 但绝大多数智果在刚刚出现的时候, 就会被晋升为智慧灵卢的灵卢, 本身直接吸收了, 根本就不会存在于事。 没想到, 竟然有一颗漏网之鱼, 或者是, 它的成长历程有所不同。 龙空空问道, 那这么说, 就是值得买了。 沧海道, 不建议你们人类使用。 因为, 智果本身有一个问题, 就是, 本身受到各种精神层面的能量刺激而成, 所以, 会有很多博杂的精神力存在。 你们人类, 就算是魔法师, 吸收这么多博杂的精神力, 对未来成长都没什么好处。 那就是蚕刺品了, 龙空空道。 沧海道, 当然不是。 智果极为难得, 本身蕴含的精神力, 更是非常庞大。 虽然我不建议你们吸收, 但却有一个特别适合吸收它的存在。 一边说着, 他转向了龙当当的方向。 龙当当先是一愣, 但似乎很快就明白了什么似的, 惊讶地道, 小邪? 沧海点点头, 道, 没有谁比邪眼暴君更适合吸收博杂精神力的了。 他们的天赋技能就是精神剥夺, 根本就不会受到任何博杂记忆的影响。 所有的魔兽几乎都怕他们,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依靠吞噬别的魔兽精神力, 而晋升自身的。 这是他们的生存之法, 本身也极为残忍。 但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, 应该还没有比邪眼暴君这一脉的存在, 更适合吞噬过智果这样的存在。 具体会发生什么, 我不好说, 说实话, 我都觉得有些期待。 龙当当道, 您刚才说, 智慧灵卢会吸收智果, 那您能不能用于修复自身呢? 沧海摇摇头, 道, 那是刚刚诞生灵智的时候可以, 现在反而不行了。 太多博杂的记忆, 会影响到我们本身的精神烙印。 智果内蕴含的精神力, 可不是一点。 而小鞋如果吸收了的话, 应该会对它的进化, 非常有帮助。 不只是实力的提升, 甚至是生命层次的跃迁。 但具体会有什么变化, 我也说不好。 而且, 它的提升, 精神力层面也会反不拟。 它反不拟的, 就是纯粹的精神能量了。 简单来说, 无论如何, 这智果都是不能错过的好东西, 不是用价值能够衡量的。 懂了, 龙当当一边说着, 手就已经按在了近拍的按钮上。 此时, 外面的近拍已经开始了, 在经过犹豫之后, 还是二号包厢率先出价, 八百五十万金币。 还有出价的贵宾吗? 皇位继续问道, 他自己内心, 其实对这紫魂果也并不怎么看好, 实在是因为这东西来历不明啊。 买它肯定是要冒险的。 但这会儿他的心情是很好的, 毕竟, 前面的圣灵果拍出了意料之外的高价, 他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了。 啊? 正在这时,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包价, 还有一个熟悉的包厢好吗? 皇位迅速抬起头, 朝着那个包厢的方向看去, 咽了口唾液, 然后才带着几分震撼地说道, 十六号包厢, 一千万金币。 还有一个处理好期间的我们想办法呢? 感谢观看